我們就歡迎下一場疑神的獎者TELSA 所以我今天要講主題 我只是想抓即時交易資料 怎麼跌到Swade等級了 那讓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TELSA 這其實最一開始是我在網路上面使用的暱稱 但是因為現在在公司大家都這樣教我 所以就也變成我的代名次了 那我目前是五倍紅寶石的Rubian Veos工程師 然後本身其實是30歲之後才要回去學程師 雖然說我當初理論上畢業證書上面寫我是資管系也沒錯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覺得自己不太想走程式這條路 所以畢業之後大概有10年都沒有寫程式 那我這個最常被我朋友講的特徵是 我沒辦法同時間做兩件事情 比方說最容易看到的是我沒辦法邊講電話邊走路 那這個特徵在我想要研究這個主題的時候 其實對我帶來一點困擾 那這之後會講到 然後既然講到我們公司五倍紅寶石 我就想要來秀一下我們公司兩隻可愛的色貓 首先這一隻是我最喜歡的有白襪子的學妹 那因為我覺得學妹實在是太可愛了 我決定再多畫一張學妹 然後因為貓其實都很喜歡摸在溫暖的地方 比方說你的電腦 所以他們其實很常在你工作的時候去打擾你 特別是像這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他的腳是壓在我的電源鍵上面的 所以拍完照之後我的電腦真的被他管機了 所以這是要注意一點點 然後最後一張是 最後一張貓是也很可愛的學弟 那今天主題簡單來說其實這是一個從大學就被形容成是豆子的菜鳥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跑去看史惠德的故事 那為什麼被說豆子的原因其實就像剛剛講的 因為我常常被人覺得我為什麼同一時間程 所以我也同一件事情而已 然後今天的主題呢 雖然我是取名叫做 我自己想抓其實交易資料 但是怎麼給到史惠德去了 但是更精靜的主題名稱其實可以取名叫做 連後資都懂的史惠德 但是我當初想要重新回來痛程式的時候 其實我看了很多連後資都懂的系列 比方說什麼HTML、CSS或是Git 大家都喜歡用這個主題來表示自己要講的東西很簡單 不過咧可能是我本身並沒有很聰明 所以我每次看完這種系列之後就有一個感覺 有比我字還有本 於是呢我決定放棄使用這個名稱來當作我的主題 那這四點是我今天主要的目的 第一點是讓漢偉要缺乏想像力的人也能理解這些情緒 就我個人來說其實我覺得想像力在對我理解程式的時候有影響很大 那上去一開始講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的頭腦其實很不擅長同時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造成我在想像第二個平行和定行的差別的時候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困擾 然後第三個目的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了解Ruby在面對多執行序的狀況 以及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比猴子還要聰明 另外還有一個主要目的是就像我在簡介上面講的 我希望能夠像我一樣接觸程式其實沒有多久 或者是他其實根本不是本科系的人 他聽完之後能有一個大概的概念 所以今天其實主要不是要教大家要怎麼寫多執行序的程式 而且希望就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可以了解 那為什麼當初我會明明就不適合處理多的事情去做這個賞事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般寫網頁的時候 會用到實惠的機率其實沒有很大 那是因為目前我這個專案正好會需要不停的抓交易所的資料 然後同事抓好幾個然後一直不停即時更新 然後我們公司同事他有一個叫做mcoin的券可以用上 然後竟然想說要把別人寫的券留在我自己的專案 而且作者又正好在公司裡面 應該想說應該看一下我裡面它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免得我用但其實我完全不懂它是什麼道理 那其實我大概十秒鐘就卡關了 這十秒鐘是包括我的GitHub在Loading的時間 所以就等於我打開瞬間我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因為就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看到史惠德這個關鍵字 但是因為卡在最前面所以造成 其實我沒有辦法對它整個城市只要運作有一個大概上的想像 所以我就想說在這樣往後看之前 我現在了解一下到底什麼是史惠德好了 那這個是我原先還沒有查東西的時候對史惠德而認知 那它是OS可以進行運算的去小單位 然後一個process至少會有一個史惠德 於是我就想說既然這樣子的話我的城市只要有多個史惠德 他們理論上應該就會同事跑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有五個史惠德 我的城市理論上應該就會比只有一個的時候得五倍快 但是總覺得好像沒有很touch的感覺 畢竟這只是我想像 於是我有一些小小的疑問 比方說其中我也不確定到底在Ruby的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同事跑 以及雖然說現在我相信大家的電腦應該都是多核心 但如果我就只有一個核心了 他在面對好多個史惠德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難道他就會變成一個一個跑嗎 但這樣子的話我會覺得我多子情緒不同時跑 那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於是到了我開始研究這個之後 才發覺其實在處理多子情緒上面有兩種方法 有concurrent跟parall 其實在最一開始我看這兩個名詞 困擾我最大的其實是它的中文翻譯 如果是照wiki上面的講法的話 台灣翻譯concurrent是並行 然後parall是平行 但是因為現在網路上面 其實你會同時看到台灣這邊的資料 然後中國簡體那邊的資料 還有像我自己因為會去查日本那邊 所以會看到日本漢字 所以對一開始中文對到哪一個字 其實我會覺得很困擾 所以說其實記英文好記很多 而且特別是並行這兩個字 台灣跟中國好像正好是對到不一樣的文字 那到這邊其實我才知道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其實我就算有很多子情緒 它們也不一定要同時跑 我本來所謂的同時跑的概念 它其實是算在parall那個部分 但還有一種叫taker了 就可以大家想像成它是一次 其實你有好幾個子情緒 但它其實一次只會執行一個 只是它會不停的切換 讓你同時覺得它做了好多事情 但最後一個這個概念 雖然理智上我知道它是這個樣子 但最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的頭腦一直沒辦法想像 為什麼它不停的切換 我就會覺得它同時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以我自己的 以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的情況來說 比方說如果我今天要邊走路邊吃冰淇淋 我的動作在旁人看起來其實會是 走路停下來然後挖冰淇淋 我現在在第三者看起來會覺得 我這三個動作是分開來的 雖然其實我是不停的切換 但是旁人看起來一定會覺得 我是分開來做的 那為什麼今天換到是電腦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它同時做了很多事情 是在多工 一直到我發現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拿我的頭腦的處理速度和電腦比呢 我沒辦法讓人覺得我同時做好多事情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不管是頭腦還是我的身體 動作和電腦比起來都太慢了 那我會覺得說需要一點有畫面的東西來想像 我覺得很好的例子大概是 大概會像卡通裡面分身這個概念 因為卡通裡面的分身呢 你大概可以分成像這一種 它其實是真的每個人有不同的實體 然後可以去做不同的事情 但也有一種其實真要說它其實比較像是產像 只是它動作很快 讓你覺得你同時看到很多事情 但那個時候真正有辦法再做的事 其實也只有這個 或者事實上那種 比較說打動畫面的卡通其實也才有看到 比方說這個樣子 然後畫面上你可以看到大概有五個拳頭 但實際上難道它人真的有五隻手嗎 沒有其實也只有兩個而已 它只是速度很寬 讓你覺得同時出現了好幾個 如果要用現實生活中的例子來舉例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適合來解釋 請問答案會做菜嗎 我覺得做菜其實是很適合來解釋 Concurel跟Peril的差別 因為我喜歡吃義大利麵所有 而且這是我唯一會煮的東西 這是我把煮義大利麵步驟 超級簡陋化之後的結果 那你就讓今天知道你有這幾個步驟 但是其實你要完成一盤義大利麵的方法 也不是只有一種 只是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比方說你還是新手 你每個步驟都不太熟的時候 你可能會真的洗完菜之後 再做下一個步驟去切菜 切完菜之後才能把材料丟皮底鍋 就你會用完全序列的方式來完成這個Task 但是當你比較熟練之後 你可能就會採取另外一種做法 比方說你會先燒開水的時候 等水開的時候先去切菜 然後切菜切一切再算一算時間 然後覺得好像大蒜可以先丟到鍋子裡面去了 簡單說其實你如果真的平常有在做菜的話 其實你也是不同的Task在切來切去 這其實就算是一種現實生活中的Concuren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很多的料理節目 其實可以發現廚師都很 都非常的擅長Concuren這個事情 如果要看最經典的範圍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奧利波15分鐘上菜 我真的覺得這是Concuren的典範 另外這樣子說起來其實我們每天上班 在切換不同Brunch也算是一種Concuren 只是差別在於因為我的記憶力實在是太差了 所以常會忘記我當初到底本來是在幹什麼 這個是我在切換不同Brunch的時候 我的大腦大概會有的工作 首先比方說我現在在做A branch的東西 但是可能有人跟我說我之前做的東西有一些問題 然後我需要先切回到我之前的那個Brunch 那當然我會等到我A branch的東西 處理到一個段落之後再切過去 然後切到A branch之後 就算它是我當初其實我自己寫的 但是以我自己腦的記憶力 其實我通常要重新做一次回想這個動作 然後去想一下問題到底在哪裡再開始改 做完之後我還要再寫我去A branch 就算它可能只是我30分鐘前的事情 通常依照管理我100%其實是不會記得 於是要重新做一次回想這個動作 然後比方說我想一下我剛說寫到哪裡 以及我頭腦上面思考的邏輯想到哪裡 最慘的是可能我切B branch之前我把東西Stase起來 但是我忘了很不幸的然後我就又多寫了一次 總之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很錯亂的過程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我並不想要切B branch 只是工作上其實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那這種切換不同工作的情況 在電腦其實也是會發生的 在電腦上在不同切換不同Swade的時候 在電腦上造個Contact Switch 它冷腦一樣電腦其實也會需要在你切換Swade的時候 先把東西再存起來 那它什麼時候要切換過去 其實並不會由你自己寫的程式來決定 會由作業系統來幫你決定什麼時候要切過去 而這個時間點理論上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會發生 於是沒作業好的時候呢 其實也會跟人腦一樣發生一些錯亂 那我們接下來用這個很簡單很簡單的程式來 來介紹一下到底會發生怎麼樣錯亂 這個大概像是比方說我開兩個Swade然後去檢查 我路邊請來的貓它到底被貼拿過了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呢就抓去檢查 然後之後把它貼拿設成處 就等於是加很多上面做個記號的意思 那照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這個程式是會發生一點問題的 就我試著去執行它之後 我會得到兩種不一樣的結果 像第一個我會 其實第一個 兩次抓去檢查其實就是錯誤的結果 那第二個運氣好的話 其實你還是會看到我們預期中理想的結果 就是只會出現一個抓去檢查 那就等於變成說你今天沒有處理好的話 你的程式完全變成是靠運氣來決定它最後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情形 其實就是因為Swade在你預期之外的時間被切換走了 比方說今天SwadeA是執行到這邊 就是它才剛寫完說的這一隻貓它倒也被TMR過了沒有 然後才跟大家說它要抓去檢查的這個時候 它就很不幸被切換到另外一個SwadeB了 那剛剛其實因為它還來不及把TMR射程出 所以這邊在檢查到TMR的媒的時候 其實因為結果還是 false 所以又還會再去顯示一次抓去檢查 然後在這邊才會被射程出 那這個時候其實已經出現兩次錯誤的結果了 所以就算最後再切換檢查回來SwadeHand 然後再把TMR射程出 其實也已經於是無過了 因為錯誤已經發生了 這種情形叫ResCondition 解決方法也可以用Mutex 或是Q來解決 那我們先回到當初 Condition跟Parallel的問題 那我想說我現在知道什麼是Condition 但是因為我現在電腦有多核心啊 理論上我寫五個Swade 它其實沒有必要一個一個去跑吧 它應該是可以同時去跑的吧 但是呢結果可能不寫 至少官方的Ruby不是 其實我當初知道這件事情 我的表情真的跟上面的文字符號一樣 覺得晴天霹靂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結果呢 其實因為Ruby裡面有一個叫GIL的東西 它會覺得正不給也不能搶 GIL的全名是Global Interprint 基本上它的存在意義 雖然聽到這邊可能會覺得有點多語 但它的存在意義是為了確保 Ruby內部是Swade Set 而不會像發生像我們剛剛那個例子一樣 發生錯亂 所以說只要有它在 一次就只會跑一個Swade 所以理論上官方Ruby一直在南柯輪 你沒辦法Pair it 但是這樣子我又會有其他的疑問 那這樣子我一個執行去和五個執行去 比起來速度也差不多啊 真的會比較快嗎 而且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寫多的執行去是寫行算的嗎 於是我想說 我真的來計算一下程式執行的時間 那第一個我會希望這個程式來計算時間 它基本上只是去計算五千萬中的指數八次 然後這個是單磁程序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雙磁程序 基本上是我開兩個Swade 然後讓它各跑十次 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而且加起來其實也都是跑了八次 然後這個是我每一個各跑三次的結果 然後可以看到其實它跑的時間真的差不多 大概都是六秒左右 一瞬間就發覺其實速度真的是幾乎是一模一樣 有一次不知道怎麼雙磁程序還慢了一點 大概是那個時候電腦在忙的事情 有一次果然就像剛剛講的 因為GL的關係 所以一次只有一個Swade在動 那這樣子 Swade這個功能在Ruby裡面的意義 不是好像沒有了嗎 但其實GL還是有網開一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blocking IO的時候 那因為GL它雖然會防止Ruby扣平行之鮮 但是blocking IO發生的那個時候 並不是Ruby造成的 這個時候GL其實是會放心的 你媽說如果我用這個超級簡單的程式來解釋的話 他其實做的事情就只是我去accessGoogle而已 那到底在哪邊block有什麼東西呢 上面那段簡單的程式會送request給Google 然後你程式跑的速度 並不會決定在你程式寫的好不好 而是在Google社會那邊的狀態 還有你自己的網路速度 快的話雖然可以很快 但是慢的話也可以不知道等到多久 只是還好這個時候GL並不會被單的Swade佔用 於是實際上在跑的時候 可能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SwadeA先拿到GL 於是他會先領去Google 然後在等待回應的時候呢 他會先把GL釋放 然後讓別人有機會可以執行 於是SwadeB之後 現在就可以得到GL了 於是他也去做一樣的事情 他去連續Google 然後等待response 這結果就會造成 限制到兩個Swade其實都是啟動狀態 而且他們現在應該 現在都沒有占用GL了 一直等到Google那邊有一些回應 Ruby又需要做一些操作什麼 才會再繼續又回到一次子 只是一個Swade的狀態 那這個是剛剛那一段 只是Access Google那段程式的 單磁情緒跟雙磁情緒 各跑三次的結果 可以看到單磁情緒大概是 11秒到14秒中間 然後雙磁情緒是5秒到8秒之間 那剛剛J開始指數計算那一個程式比起來 應該大家都可以發現很明顯雙磁情緒的程度快了很多 大概差不多只要一半的時間就可以了 但我還是很好奇說 剛剛指數運算的結果 他會得到幾乎一樣的 幾乎一樣的執行速度 到底是因為 Ruby多執行去真的不太有用 還是因為 在別的程式 在別的可以真的平行執行程式也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說 雖然官邦的Ruby沒有辦法幫我做到實際的事情 但是其他的版本 比方說JRuby他其實是做得到的 於是我用JRuby跑了一樣的程式 然後這是我用JRuby跑最開始指數計算的結果 然後單磁情緒大概是9秒左右 然後雙磁情緒是5秒左右 然後這是剛剛Blocky他用到一個程式的執行結果 可以看到單磁情緒大概是需要15秒到17秒之間 然後雙磁情緒大概是5秒到10秒之間 於是在JRuby的執行結果其實可以很明顯發實現 就算是直數 剛剛官方Ruby完全抗出來有什麼差別的直數明顯結果 雙磁情緒也可以看到明顯的時間短了很多 大概也差不多1倍獨六的時間 但會碰到Blocking I.O的情況下 其實他的表現就是和官方版的Ruby差不多 只是因為官方Ruby跟JRuby它其實本身Performance就會有差別 所以沒辦法去直接比較絕對的數值 而是比較單磁情緒跟雙磁情緒相對之下的速度差異 只是雖然說其他版本Ruby可以做到平行這件事情 但我還是會希望說如果官方的Ruby可以做到不是更好嗎 聽說到Ruby賽的時候就可以真的平行了 Ruby的Commit的Sensata-san他其實在2016年的Ruby開機首 他又發表了對Ruby三康跟Cimado的Proposal 然後在今年Ruby ElixerComp台灣還有Ruby開機 2018期他又發表了一次他現在GEO的Prototype演講 就等於發表一下目前的進度 另外GEO的這東西正目前只是Colnet而已 所以到了正式發表他可能會換別的位置 那他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最簡單的 讓Ruby可以真的被平行執行 以及因為現在大家的電腦其實大部分都是多核心 也為了讓大家的電腦資源可以真正被利用 另外還有讓寫多執情緒的程式變簡單 畢竟就算是Sensata-san本人 他既然身為Ruby Commitator 他其實應該本身勝利牌了 但他也會覺得多執情緒的程式 其實對人類來說太難寫了 如果很大瑞的去介紹一下GEO是什麼東西的話 那大概是GEO裡面至少會有一個Swade 然後Swade裡面至少會有一個BiL 但是因為基於其實還是會有GIO之類的東西 所以GEO裡面就算你有多個Swade 他其實還是不會同時跑 他還是會用Concuren的方式去跑 只是這個東西完成之後 可以藉由同時跑多個GEO來搭乘HERRY聊的效果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詳細一點的介紹的話 可以去搜尋他今年在Ruby ASComp 或是Ruby開機的時候的影片 他用很詳細的介紹 那已經到了今天的結論了 我希望能夠至少讓大家了解說 Concuren和Parallel的差別 以及就算是像我一樣 從小到大都被說我是鬥死的人 其實我每天的生活還是不停在變形處理 另外Ruby天生因為GIO的關係 所以他是沒有辦法真的Parallel 但是在BlockingIO發生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機會可以做到的 這是我今天的發表 謝謝大家